先问大家 正在看视频的小伙伴从没有用过iPhone的KCover1 咱们看看有多少 作为科技数码自备体 我们内部自然都是各种各样的极客数码爱好者 之前和大家分享了一位我们内部10年裹粉小伙伴 换安卓的一个经历 全网几百万的播放 好巧不巧 在他工位的对面 做的就是一位10年米粉 10年安卓用户 从来没有用过苹果 为了更好地锻炼他的行业视野 我们做了一个违背组织的决定 建议他使用一周苹果 看看会发生什么 注意本期视频是纯主观分享 不带什么客观情绪 纯粹就是聊聊这位米粉自己最真实的感受 如果冒犯到屏幕前的各位iPhone 或者说各位米系的用户 那一定是他的问题 扣他的公司 为什么要强迫 哦不对 锻炼他使用iPhone呢 主要是他对果子的预像 来源基本都是网络 以及仅有的几次内部测试体验 总结来说就是一提到iPhone 他就会想到什么信号差 充电慢游戏弹 优点还一点不见 处处都是偏见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并以此为借口 从不参与我们工作室 苹果相关的项目策划 为了扭转他狭隘的眼光 加强他的工作能力 工作室几位iPhone用户 共同为他挑选了一台手感 与小米13很接近的14Pro 然后把他的小13友善的保存了起来 没卡啊 你倒是把卡还给我啊 以价格和产品定位来看 这妥妥的是真旗舰升级了 想必能给他带来一点点iOS的震撼 哇哦 注意看 这个男人的名字叫小帅 这是他与iPhone接触的第一天 没想到上来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在给了全线网络正常的情况下 App Store死活就登不进去 看来不光他看苹果不爽 苹果对他也有点意见 求助工作室的10年果粉之后 他表示这肯定是工作室的网友问题 怎么可能是苹果有问题呢 好现在依然还是无法登录的 果粉说是公司网的问题 然后我又换了个安卓手机开热点 还是依然无法登录 最后只能删掉重装App Store 并连接另外一台iPhone的热点之后 不知道怎么着 反正很玄学啊 就成功的登录上了 前后折腾了有一个小时 对于他的爱之初体验 他的原话是iPhone真胆伺候 明明登录了系统账户 应用商店还需要单独登录 下载应用还需要人脸或者密码验证 不管怎么样吧 本来我们以为可以步入正轨相互了解了 没想到下载应用时又出现了诡异的情况 一开始点击桌面的应用图标 恢复下载无反应 几分钟之后又疯狂弹窗 这还没正式使用呢 就挺糟心的了 不仅没有颠覆他对苹果的偏见 他还对系统有意见了 要不是看在公司的面子上 到这一步估计他不干了 随后的充电也给了他不小的震撼 这是他第一次充电打原神 能遇到这么神奇的问题 好家伙 充电慢发烫网不行 三个buff叠一块了 以前67W都觉得有点慢的小米13 现在又慢又烫还闹罢工的27W 属实是真折磨了 没错 这还涉及到了另外一个他不土不快的点 iPhone的网络一言难尽 以前他只是听说信号差 没想到WiFi信号也差 他说我在工作室用过这么多手机 iPhone总感觉是下载东西最慢的那一批 他表示非常不理解 这iPhone分明有这么多的问题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用户都觉得他好呢 甚至都觉得iPhone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用的手机呢 到底是什么能够弥补这些非常差劲的体验呢 想了解一款手机肯定要更加深入的沟通 就像是你了解一个人不能只看表面 上面这些缺点人人可能也就过去了 慢点就慢点吧 又不是不能用 但接下来和他的相处 感觉对iPhone就彻底失去好感了 尤其是硬件上 iPhone是有FC的 也能开通公交卡 但是它支持的城市里面没武汉 虽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刷码进站 但享受不到武汉通的旧折优惠 光是这一周的体验时间 他就因为坐地铁多花了4块5的巨款 这要是用一年那还了得 那可是要多花200多块的天文数字 能为四次疯狂星期四不说 还能剩下几个B 你懂的 并且iPhone的FC并没有官方渠道支持写入门禁卡 之前他都是用小米13刷门禁卡和刷电梯 现在就得直接多带一张卡了 非常麻烦 红外遥控的缺失是这次他体验中最崩溃的地方 而且形成了肉体上的崩溃 米系手机标配的红外 导致他从来没有准备遥控器的习惯 有遥控器的设备被随手丢到哪了 找不到平时也从没在乎过 于是在一个气温飙升室友出走 没有小米手机的夜晚 他对iPhone的怨念达到了顶峰 库克 你睡了吗 你猜我为什么没睡啊 38度啊 你看我的床 我一千多买个红米 我今天都能把这个空桥打开 我都有红外 你一万多啊兄弟 你放不过我吧 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概率太低了点啊 但是对于室内真就没有遥控器的他 那天晚上确实挺难熬的 系统软件一开始以为会真香啊 但很多功能点他也很难适应 就比如说关键时刻啊 要分享一个内容的时候 他没有长截图功能 也没有通话录音 现在有一个很糟心的事情 我妈刚打电话问我 他要从武汉转车地铁在坐那呢 然后我把路线图搜出来准备发给他 但是啊 苹果他不能长截图 我真的吐了 这个功能是很难做吗 还不能返回 他的前任小米甚至可以做到给应用啊 比如QQ微信啊 这个电话录音 换到iPhone可不是体验降级了啊 连降两级 iPhone这边也不能分屏和开小川啊 这俩日常使用频率没有那么高 但是时不时用到还确实挺方便的 还不能双开应用 正在同时还没有两个微信号啊 Siri也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智能 这里有两个问题 一是他表示Siri非常斯板啊 这个理解不了很多语境 明天早上7点半喊我起床 我无法设置一天后的闹钟 20siri居然不支持24小时之后的闹钟提醒 他换回来手机之后马上由小爱同学试了一下啊 他表示自己的前任小爱 就是能听懂很多人话 而且还能迂回解决问题啊 就比如说 小爱虽然同样不支持24小时之后的闹钟 但是他会想办法解决这个需求啊 帮你创建一个日历事件 然后这个日历事件是有闹钟提醒的啊 变相解决 还有就是啊 iPhone的这个默认铃声啊 这个用他的原话就是跟他的催命一样 先喊魂再叫人啊 刚换手机的时候他忘了设置啊 睡梦中第一次突然听到这种声音啊 整个一个心脏骤停 整个一周使用下来我问他对iOS是什么感觉啊 他说最大的感受就是不习惯啊 这个不习惯有从安卓换到陌生系统的原因啊 也有iOS自身的一些问题啊 先说本身的不适应啊 比如锁屏面面有两个会计键 对手电筒和拍照啊 这个刚上手的时候啊怎么滑都打不开啊 摆动了一下才知道啊需要长按才能开启啊 关机键需要同时按住音量键和锁屏键啊 如果没用几年iPhone的话 出生后这个关机方式确实会一两目不一 iPhone在锁屏页面通话时也没有挂断选项啊 第一次用的时候真的是不知所措啊 在接电话的时候这哥们有主动吸屏的习惯 而刚用iPhone这一按锁屏键直接就把电话给挂了 后来他才知道这是可以设置的 在他原有的习惯里面 苹果需要设置的地方非常多啊 他表示这也就算了 但是有很多设置他都找不到啊 都隐藏在单独的设置里面了 就比如说系统状态栏不能一键开启GPS 一些App比如说非常典型的拍照 它的部分设置啊 在拍照这个App里面是没有的 你需要到系统设置里面去找 而且这拍照App里面 他还不会跳转到相关页面 计算器他表示也很不好用 首先无法显示计算步骤 不方便核对计算啊 没有删除键 一查才知道可以策划删除单个数字啊 各种设置啊都隐藏的非常深 iPhone最初的优势不是傻瓜式操作吗 这个怎么上手之后感觉不到呢 他表示新手用iPhone啊 自己真的离不开百度 还有一个他一整周之后都很难习惯的 iPhone没有策划返回 策划返回啊 堪称劝退安卓用户无法逾越的壁垒 其实要命的不是策划返回本身 而是苹果缺乏一整套统一的返回逻辑 有的软件可以从中间策划 有的只能从最左边 还有左上左下角的返回和插号 有些又只能右上角取消 反正就是不给你在大拇指 最方便操作的右下去整一个 聊天界面可以从左侧滑返回 但是点开照片时呢 这侧滑又用不了了啊 只能轻点屏幕啊 但是滑到视频时呢 又必须点击插号 如果点开输入法 又只能从左上方测滑 但返回到桌面又需要从底部上滑 他表示自己经常下意识的滑动的几次 还没有返回到桌面 他突然意识到苹果不能策划回桌面 他也和我说这网上的调侃真的不无道理啊 苹果需要用户来习惯我 适应我啊 进入我划定的逻辑和范围里面 而Android这边呢 确实会更多的去思考 用户可能的操作和习惯 为用户提供更多功能 最后我就问他 兄弟 难道这iPhone就没有一点好的吗 真有这么差吗 他也表示啊 这个后面回想一下他也明白啊 其实有一些问题呢 是因为他确实不够熟悉iOS造成的麻烦啊 毕竟只有一周时间吧 这些因为时间太短 不熟悉碰到了困扰啊 确实要给iPhone正一下名 就这几天的使用下来呢 他也表示确实感受到了很多 iPhone系统动效和各种动画方面的优势 确实啊 这个十分丝滑 相比于没有系统级统一的返回操作 这统一的动画逻辑让他感觉非常舒爽 说iOS动效第一也确实不是盖的 系统稳定性呢也非常棒啊 一周的时间除了打游戏发热吊针之外 日常确实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 整个手机给他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工具化 而且我们整个工作室呢 都是Mac办公系统嘛 他自从换iPhone之后 这互联体验也是大幅提升 和小伙伴们之间传文件的效率都快了不少 拍视频无论是素质还是防抖啊 都是相当的稳 他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很多博主都是用iPhone拍视频啊 确实好用 综合的优良体验 让他把鬼女儿这个问题都给自适应了 这是他本周唯一一个被自适应的点 而且做工和质感确实很顶啊 网上都说这侧边拿手 但确实是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高级感 这手机拿着就是感觉很有质感 他也诚实的跟我说 这也是他为什么买小米13的原因 因为小米13像iPhone却又不是iPhone 这他妈的 觉得是捣乱的是吧 同时他抓着我的手环还跟我说 有一个意外之喜啊 这个他自己用的是一个华为的手环 在连接小米手机时 这户外七星功能是不可用的 万万没想到 换到苹果之后 这手环里边又出现了这个功能 好家伙不支持安卓 但是支持iOS 在自愿使用iPhone一周之后 我就问他 是否会考虑后面换iPhone继续使用 他没有一丝犹豫就做出了决定 不会 他表明 这个iPhone确实有非常棒的地方 就比如很工具化 制品表现很好 但这些优势并不在他自己的需求范围内 他习惯了小米 或者说安卓的自由自在 如果真的从小米13换到14Pro 价格和定位上看似是越级了 但是对于他自己的个人体验来说 却是降级了 就像是不合适的两个人 最终只能分到扬镳 用他自己的话说 就是山猪吃不了细糠 这期片子都是主观分享 大家千万不要站队上纲上线 就像我们之前在Pi的那期视频里面说的 不同的产品 它都有自己的目标用户 你也要明确自己的需求 去挑选功能点 和自己的需求相契合的产品 你让一个爱自由的小胖 去适应不太自由的产品 这肯定是不行的 你没有iPad Pro的需求 非要去买一个 然后用不到那么顶的功能 就是说iPad Pro不好用 这肯定也是不对的 明确自己的第一需求点 选择最合适自己的产品 这才是最重要的 OK 如果觉得这期视频 对于产生了一点帮助 记得下方给我们点个赞 特别感谢 更多个精彩 大家在全网搜索 观众小贝斯平 我那年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